我们的思想 隐形 如何能随顺大自然的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叫道 随顺大自然就叫德 违背大自然灾难就来了 今天人不相信圣行 不相信宗教 相信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造成今天地球上 十十多多的灾难 连近代的科学家也承认了 灾难从哪来的 人为的 现在最显著地球上温度上升 这是个可怕的现象 气候 产生严重的变化 这个变化带来的后果不堪学校 中国今年一个暖冬 那将去年的 小麦收成 降低了40% 中国东北是全世界小麦的库藏 粮食 粮食大幅度的渐产 以后人吃什么 所以金融危机之后 科学家警告我们 有粮食危机 这个才叫真可怕了 许多多灾难 都脱离不了人为的温馨 圣贤的道 没有别的 就是叫我们遵循 大自然的规则 不要破坏它 我们修复 这么多年来 学会了素食 素食对身体健康 真有好处 可是今天素食也有问题 稻米 蔬菜 它使用农药化肥 破坏自然生态 长得很好看 养分跟从前不能相比 果木 借出来果确实好看 比从前大了 吃起来没味道 吃到肚子里没有营养 还可能给你带来病菌 你说你麻不麻烦 那肉食问题就更严重了 所以现在世界上 什么奇奇怪怪病都出现了 老祖宗告诉我们 病从口如 绝大多数的病态从哪里 饮死来 这是科学 带给我们的 带给我们像经常讲的 饮苦是足 重看不重吃 这些道理都要知道 所以慈地将供养三宝 是用我们真诚的心供养 亲近心供养 依教奉行供养 这就对了 修学佛法的目的 第一个是身心健康 第二个是家庭幸福 四业顺利 如果得不到这些好处 你学得干什么 如果是所学非所用 何必浪费这些时间 浪费这个精神 他学了管用 真的 佛里头没有一句假话 你全都能得到 七家智库贫天下了 理论道理 方法通通都有 化解种种灾难 都有绝妙的方法 所以 不识波罗比亚想的 不识在形式上 大家听到这个 都想到形式上 错了 形式上太小了 佛经里面供养佛 用什么供养啊 一朵花 一朵花 香花供养嘛 没叫你供养钱的 那供养钱的时候 那 你完全把意识错毁了 佛一身 手都不摸钱 你怎么可以供养钱给他 你看从沙米界 九十条界 里面就有一条 不要去 摸出这些金银财宝 首先 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你的心才会清净的 如果这个不放下的话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这个要知道 佛当年在世 你供养他的时候 他来拓拨 供养他一点点饭 而不是一碗 你家里吃的有多余的时候 供养给他 一条根 因为他的一拨 不是一家拓的 他有好几家拓的时候 放在一起 那通常大概是七家 就拓的一拨 那不是一家的 那个制度好啊 真地叫你彻底放下 一点贪心都没有了